危害人类罪 阿尔及利亚总统表示 阿尔及利亚不会牺牲历史和记忆 19世纪70年代 加拿大政府将同化原住民列入官方议程 公开宣扬扼杀印第安血统 从他们的孩子开始 通过设立技术学校 对原住民实施文化灭绝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 超过15万原住民的儿童被迫送进学校 其中被虐致死 超过了5万 大家也都记得 当年美英等国用一袋洗衣粉和摆拍的视频 作为证据 对伊拉克和利亚两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 造成了无数无辜平民的伤亡 无数的家庭 妻离子散 流离失所 今年是利亚危机10周年 仅在利亚就已经有35万人死于战火 家破人亡 他们难道不应该被制裁吗 今年也是利比亚内战10周年 法英和欧盟发动利比亚战争 制造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是当前难民移民问题的恶源和地区动荡的重要因素 今天在利比亚境内仍然有40多万人流离失所 超过100多万人即待救助 他们难道不应该被追责吗 这几个国家对他们输出动乱不仅毫无忏悔 而且还以人权为名 对他国实施单边制裁 严重损害相关国家人民的生命权 健康权和发展权 面对疫情 这几个最发达的国家 漠视民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任由数以万计的人民死去 奋行疫苗 民主主义 大量囤积 远远超过他们人口需要的新冠疫苗 导致发展中国家无秒可供 我们不禁要问 人之不存 全将淹富 美西方口口声声保护人权 他们到底保的是什么人 护的是什么权 他们如何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他们难道不应该感到羞耻吗 历史和事实表明 这几个国家想当人权教师爷 但他们根本不配 他们既非僧人 更无实力 希望他们明白 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 不是利比亚 也不是叙利亚 更不是120年前的中国 外国列强 加起几门大炮 就能打开中国大门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几个所谓的学者和媒体 同官方勾结 就能肆无忌惮地抹黑攻击中国 而不受任何惩罚的日子 也一去不复返了 奉劝他们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利益 与民族尊严的坚定意志 来而不往非离也 他们终将为他们的愚蠢和傲慢付出代价 感谢观看